大家好,欢迎来到跟我一起找工作,我是陆希,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如何申请牛津大学的学院的工作。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两所著名的学院制大学。 一般来说,大学是按照不同的学科进行管理,分为若干个不同的院系和中心。 学院制大学有一个独立于大学的学院系统,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屏障。 也就是说,一个学院可以由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组成,学院负责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学业辅导和个人发展。 今天这里主要介绍如何申请牛津大学的学院的工作。 这里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资源叫做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翻译过来就是牛津大学公报。 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从1870年开始出版,里面会包含哪些内容呢? 这里是牛津大学公报包含的主要内容。 其中有,Council and Main Committees, Congregation, Notices, Lectures, Examinations and Balls, Colleges, Houses and Societies, Elections, Advertisements, Notification of Prizes, Grants and Funding. 以及Notifications of Vacancies,最后的这一项就是我们今天的关注点。 Notifications of Vacancies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Notices of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Vacancies in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第二方面,Notices of Equivalent Vacanc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Affiliated Bodies in Oxford。 来看一下,这个页面打开以后是什么样子。 从上方的这个网址,就可以进入这个页面。 它的题目是Current Jobs and Vacancies。 这里有一些不同的链接,可以看到只有三个不同的分类。 最左侧的这个type是University of Oxford。 中间这个是Colleges, Halls and Societies。 最后一个,最后侧的是External Vacancies。 当然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是,中间的这个分类。 Colleges, Halls and Societies。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如何通过浏览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网站 来申请学院的工作。 首先,我们登录这个网址。 当然也可以通过谷歌搜索的方式,搜索关键词Oxford Gazette, 来找到这个网页。 进入这个网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链接。 以及有三个不同的分类。 那么第一个分类是University of Oxford。 这里呢,主要包含是大学方面的院系的工作机会。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点击最后这一个,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这个院系的工作网站。 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具体岗位的内容和照片信息。 因为这里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下面让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分类, Colleges, Holes and Societies。 这里面列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关于牛津大学的学院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机会。 那么一般来说,我把学院的工作分为三类。 一类是Dependent Fellowship, 是属于有工资的Fellowship的岗位。 第二类是Non-Dependent Fellowship, 是没有工资的荣誉性的Fellowship。 第三类呢,就是非Fellowship的岗位。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首先来看这一个, 3Year Fellowship。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学院的网站。 向下滑动的话, 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岗位的具体介绍。 包括岗位的名称以及工资。 可以看到有这个工资信息的话, 就表明它是一个Stependent Fellowship。 下面有如何申请的具体信息。 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这个3Year Junior Research Fellowship。 同样,我们来到了这个学院的网站。 可以看到这里的描述。 这是Non-Stipendiary Junior Research Fellowship。 一般来说, 这就表明它需要你有一个在牛津大学的固定岗位。 同时可以申请这个学院的诸年Research Fellowship。 这样是一个荣誉性的Fellowship。 可以看到, 起始时间是从2022年1月1号开始。 是持续三年的时间。 。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福利。 比如说, 有一千英镑的补助, 以及在学院午餐的权利。 这里给出了具体的要求。 这个Fellowship是对任何大学的医学相关的毕业生, 已经完成了在博士学位。 并且, 已经在牛津大学的医学科学的领域, 有一个基金支持的, 不是后研究岗位的申请者, 可以申请。 并且, 这个岗位至少要从2022年1月份开始, 持续至少两年的时间。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其他的Fellowship的岗位。 比如这个, Welfare Officers。 这样,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学院的网站。 可以看到这里给出了, 关于这个岗位的具体名称。 工资。 但是这个工资比较低, 原因是因为它是Part Time, 不是副Time。 申请的截止时间。 往下拉的话, 可以看到更多更具体的申请有关的信息。 好, 这边最后侧还有External Vacancies。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有些什么内容。 这里主要放置的是, 剑桥大学的相关的岗位。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 剑桥大学这个学院的一个周年Research Fellowship的岗位。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 剑桥大学的这个学院的网站。 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两个, Stipendiary Junior Research Fellowships。 是有工资的。 下方呢, 还有一个是Non-Stipendiary Junior Research Fellowship。 这个就是荣誉性的研究岗位。 是没有工资的。 当然, 你可能会问, 既然是没有工资的, 为什么要申请呢? 事实上, 这是一个具有较高声望的学术的荣誉岗位。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Fellowship呢, 就可以很好的跟学院建立一种学术上的联系。 既可以使用学院的相关的学术资源, 也可以为学院奉献自己的学术贡献。 这样是一个相互交流的过程。 同样呢, 具有这样一份经历和体验的话, 对于将来想从事学术岗位的, 职业生涯的发展的话, 是具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 看完下面这三个不同的分类的岗位。 这里还有两个链接,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Fullist of Current University Vacancies。 这里就到了牛津大学的, 找工作的官方网站, 可以看到, 这里对工作进行了各种分类, 比如Academic, Research, Professional Services, Apprenticeships, Temporary Work, Search for All Jobs。 我可以点击一个进去看一下, Academic。 对, 这里就列出了当前的有效的, 牛津大学的Academic相关的岗位。 也可以搜索, New Search, 可以根据关键词进行搜索。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链接, Fullist of Current College Vacancies。 绑下拉的话, 可以看到, 这里列出了College Vacancies, 是Academic相关的。 右侧呢, 是College Vacancies, Other。 所以这里列出了最新的, 与学院相关的工作岗位。 这里还有View All Academic Vacancies。 这里就列出了当前所有的, 出于有效状态的, 学院的工作岗位。 这里, 如果点击View All Other Vacancies。 可以看到这里列出了, 是学院相关的其他类型的工作岗位。 这期视频呢, 主要与大家分享了, 如何申请牛津大学的学院的工作。 在以前的视频中, 我曾经介绍过, 在英国申请学术类的工作岗位, 最好的网站是jobs.ac.uk。 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 牛津大学的院系中心相关的工作。 但是并没有包括, 牛津大学的学院的工作。 所以今天介绍的这个网站, 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 上面的工作信息, 是包含牛津大学的学院的工作岗位。 所以这是一个对以前介绍的, 找工作网站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希望对于在英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也欢迎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陆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